我再说了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不怕一晚就怕万一嘛 你们在干嘛 我们俩在约会呢 家里没钱了 找你拿点钱 下一部电影的男女一号 就订你们了 青少老师 你来这里的目标 不仅是为了当演员吗 刚刚我看到 一个少老板包养女人 而你就在门口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真实目的 好好好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不问个提议 不知道你肯不 好好合作 不管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每天 都这么剑拔弩张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我不会成为你的阻碍的 我们赶紧回现场吧